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大小 你可以OK 开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 第一个就是这边有个线 因为我刚刚讲过线 线的话它会第一个要 第一个是从左边到右边 所以请各位在 这一个线的左边点一下 拉一个水平线 那水平线记得 如果你是极坐标 一定会有一个虚线 绿色的虚线出来 那你给它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给它方向 加上距离 距离多少呢 距离80 所以你就输入80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那再按那个空白键 或者跳Escape键都可以 这样的话就画出 这条线就怎么样 就80 那你可以稍微挪一下 有没有发现 挪的话还记得吧 滚轮向前什么 放大 向后缩小 按住中间可以这样 挪移 所以你就稍微 这个滑鼠鱼应该慢慢就要熟悉 放大缩小挪移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放到这边来 接下来的话 再画一条线 不知道长度 从哪边呢 从这个端点往上 拉多一点点没关系 到这个地方 一样哦 记得因为要垂直 所以你这个虚线一定要出现 那长度不用 直接在上面认一点点一下 按空白键 跳开 OK就有了 第二条线 再来我需要从这边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圆 那有点像圆规嘛 所以哦 这个圆我用画圆 那圆的中心点在哪里呢 圆的中心点就在这里 对中心点就是这个端点 拉过来之后的话 你给它方向就好了 那这个圆的半径应该多少 就是95嘛 所以你就输入95 Enter 有没有发现 那哦 这还好 有画比较长一点 你会发现95 从这边到这边95 那就会跟这一条线 一定会有个什么 焦点 那从这个焦点 到这个端点就什么 再画一条线 焦点对不对 那特别注意 焦点一定是叉叉 锁点我上次有没有讲过吗 预设这个叉叉 那应该都会出现了 乌键锁点哦